五行屬火的朋友們 彈過來 嗚喔嗚喔 五集喔 發財喔 又到了我們說書的時候啦 哈囉 嗨嗨嗨 歡迎回來我們的 三分鐘招財小教室 這一次呢 還是我們的端午節特輯 那五行屬火的朋友們 彈過來 你的方位是哪一個方位呢 男 沒錯 那你的時間是哪個時間呢 12.05到12.55 555 對 嗚嗚嗚嗚嗚 有有有 五集喔 欸有集喔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的準備道具如下 第一個準備道具 木盒子 沒錯 木頭的盒子 來 第二個準備道具是 哇 對 兩層層的 一塊錢 這個全部都是一塊錢喔 兩輕輕的喔 那再來 準備 紅紫四張 紅紫四張 第一張紅紫呢 要寫上你的姓名 對 你的名字 來 第二張 要寫上你的生日 農曆國曆都可以 第三張 寫上你的地址 那地址呢 是連零禮都要寫得一清二楚 對 什麼零什麼禮都要寫得很清楚 那第四張呢 最重要的是 我要補財庫 招財的步驟如下 讓我們新老師來示範一下 1234 順著放 我的名字 好 我叫行軒 我的生日 然後寫好 放進去 我們家地址 然後什麼零什麼禮 然後門牌幾號幾樓 如果是地下室要寫V1 好地址放下去 最重要第四張來囉 要講得很大聲喔 我要補財庫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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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要講三遍 講完之後放下去的時候 手搓一搓 趕快大把大把的抓 然後把它出平 把一塊錢 哇 一塊錢 亮晶晶的 哇你看還滿滿 如果沒有這麼多一塊錢的話 建議你們去銀行啊 拿500塊 去換 你看新的一塊錢 都這麼亮晶晶的 然後就放起來 好 很簡單 蓋起來 不要讓人家去碰到 摸到去撈到 然後放在你自己房間的南位 大環境的南 或是說你自己睡覺的地方的南邊 就對了 所以你床腳或是什麼 什麼南邊其實都可以 都可以 對 反正任何跟你有關的地方的南邊 都可以 最重要是你要動起來 沒錯 12.05到12.55 無喔無喔 無極喔 我知道喔 沒錯 好啦 那我們的三分鐘招材寫鬥室 就先告一個段落 熟火的趕快跟著做起來 是 OK 拜拜 加分享 拜拜